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多少伤心都是我的错 我把一生的幸福 许错了人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惠美不再相信我了 她走了我当年的老路 那个人 对付我们这样的女人 尤其的有办法 也许女人就是这样 一辈子有注定要受的伤害 有注定要跌进去的陷阱 你说是吧 吴老师 董事长 我知道淳于乔是你的爱将 但是你也不能凭着他 性子胡来吧 他玩蓝海没关系啊 可是他这次走的也太深了吧 他就不能让大家舒舒服服地 赚点安生钱吗 还有别人会来吗 什么 我觉得来抗议的人 还不够多啊 好像做任何事情 只要有一点点改变 全世界的人都在反对 是不是 这个世界除了淳于乔 好像没有人 愿意离开树社区 除了淳于乔 这个平均标准 如果我们想避免 同质化的话 我觉得这几项的 比较淳于乔 我说淳于乔 现在都快崩盘了 你还能做的 老大没在 不是 人哪儿呢 好像有什么事出去了 他制定了这么一个 翻天覆地的改版方案 现在人没了 怎么着 给我玩消失了 没有 您看我们这不是 积极地调整方案的吗 他去哪儿了 我刚也一直在找他 我找不着 不是 你们什么意思 消极反抗的 主任 您看您这话说的 这一天我们真的 连口饭都顾不上吃 我告诉你 这个方案 过不了 主任 别黑啊 您消消气点 主任 主任 多亏咱们提前做好了准备 星子姐 还是你有经验 这种经验在老大身边 不是一次两次了 每次抛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呢 就是各方最炸锚的手 这个时候 能不让老大见他们就别见 不然 搭起来 对 淳于总还会打架呢 他这么暴躁啊 他不暴躁 他只是说一不二 但是说一不二呢 会让别人暴躁 以前 我一直以为淳于总 是个独断专行的人 但前天那会上 他大力地支持咱们做的文案 我一下子就懂了 他绝对不是个独占的人 他对咱们的信任 超出咱们的想象 老大在工作上呢 确实从来都不主战 可是 小谷你知道 在有些方面 他是一个 年低不容侵犯的人 你跟那个粉红哥 是不是换得挺熟的了 我说过 老大出院那天 值不金的事我都听说了 包括一些细节 你和粉红哥之间 是不是已经挺亲密的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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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子姐 我跟你说啊 我发誓 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 所以杏子姐 这个跟淳于总那天生气 有什么关系吗 淳于总那天生气 是因为这个 江湖嫌恶嫌事简点 不然 可能会杀了别人的感情 结果 有些事情呢 你还不太清楚 慢慢路吧 非诚 来 除非 云姐好 您姐好 辛苦了 老大 您放这儿 没事 我來吧 打把手 老大 您這兒剛出院 怎麼突然間想起 跑到現場來 幹啥體力活兒了 總編室那邊 被抗議的人都快 起剝門檻了 我上這兒來清靜清靜 也是 公司的高層 肯定不會往這兒跑 其實林姐他們 對你是一片真心 不管他們嘴上說什麼 他們心裡絕對是信任你 佩服你的 上次對不起啊 蛋糕的事 我不該隨便發火 那樣辜負了大家的心意 你幫我跟大夥說聲抱歉 別呀老大 您這話說的 本身也是我們不靠譜 該罵 飯到了開飯了開飯了 飯來了 大夥母休吧 老大 您的飯我也一塊兒訂了 您先歇會兒吃一口 謝謝 那我去哪兒 我去哪兒 哪兒 不 Bry 吃什么好吃的呢 你怎么来了 我来熟悉一下演出场地 方便后面的演出 怎么可能 不信啊 昆明姐 怎么办 喂 杰瑞 是不是你让我来熟悉一下 演播厅的场地的 是啊 好 没事了 再见 拜拜 你吃午饭了吗 附近有个西餐厅 我给你点点让他们送过来 不用了 我吃和你一样的就行 哦 我这个是单做的 没什么味儿 这么清单啊 这简直和我之前吃的 减肥餐一样 您也减肥啊 我不需要吗 我刚出道的时候啊 是个大胖子 就是个大胖子 岳队 我跟附近其实是什么 我听孙子姐的意思 你是看上我 你是不是看上我 内涵 注重点内涵 内涵 淳英总 其实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咱们俩探讨一下 专业方面的知识 我一直觉得 你既可以当我的老师 又可以 是吧 其实这个 如果两口子两个人 都是搞一个专业的 你说是不是还挺和谐的 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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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气质 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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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于总 我觉得 我看你哪儿都好 哪儿哪儿都好 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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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哪儿哪儿都好 哪儿 你这干嘛呢 你找老大 坐在里面呢 我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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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雯老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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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星天新来的吧 对 我叫布小谷 布小谷 您那个淳于乔在吗 在 他在演播室 用没有我帮您去通知一下 没有 新惠美是不是也在啊 我的车户里看见她的车了 谢谢啊 小谷 刚吃饭怎么没看到你啊 我不饿了 是这样 我看今天不太忙 晚上音乐剧一块去看呗 我今儿不知道几点能下班 嗯 好吧 总编室不一样好 哎 罗娟 我下午有事出去一趟 哦 办公室要有事的话 你给我打电话 嗯 行 好嘞 好嘞 好 走了 拜拜 我等了你一下午 直到其他人都走了 我才过来找你 你在那个演播室里 待得可真够久的 您有话要说吗 同时 新惠美是我最欣赏 也最珍惜的女人 如果你以任何方式 让她受到任何的伤害 那么我闻思墨于公于私 都将会成为你最坚决的敌人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现在 我知道了 惠美是个从来不轻易 喜欢别人的人 看她现在亲口告诉我 她喜欢你 这说明她是真心的 你知道什么是真心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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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干吗呀 我在这儿坐一会儿 顺便看看 看什么呀 信自己让我过来看看 你在这儿待多久了 没多久 我 我下午路 路过这儿的时候 看见文思梦老师 一脸不是太高兴的样子 说要找你 我就看看 你从下午待到现在 你是不是傻呀 还是闲呢 我也不知道 赶紧进去吧 好 你小小怎么了 没事 你 那个什么 你 脚真的没事啊 没事 你能不能走 我去医院看一下 没事 我还是要赶紧进去 你需要的 你说什么 是安心的 你怎么能不说 你自己建议 发生的 是安心的 我就是安心的 你自己建议 有岳父母那儿 我现在是怎么建议 你自己建议 你建议 我建议 你建议 我建议 我建议 你建议 我建议 你建议 我建议 小布谷 什么邀请啊 特邀星天公司专业人士布小谷 出席明晚举办的 惠美粉丝团盛大活动 爱美惠 爱惠美 敬情直交 丧月大大制作人 没聊到您也在 邀请就只准备了一份 下次啊 下次我一定邀请你 乔谷啊 之前就跟我说了 想共门粉丝活动 我们俩早说好了 我什么都没跟你说 我之前跟你说什么了 你这怎么胡说八道啊 就上次在这儿说好的 我上次 我没跟你说过 你 我知道你上次在这儿 那也不用遮掩啊 这都下班了 我根本就 是 下班了 我打扰你们了 淳于总 我 我什么都没跟他说过 我 我这 去不去 不是 你这人脑子 没什么毛病吧 天天瞎说八道 我不是星辉美的粉丝 我也不想去你那个 什么破活动 有这么多人迷恋惠美 你就不想去看一看 去研究一下 新惠美的魅力 尤其是对于男人的魅力 究竟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李轩 陈千千千同学 你们好 我是惠美 由于我今天在工作 所以不能到现场 通过视频呢 和你们打招呼 你们是惠美优助的 第一批受益人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学习 好好玩耍 健康快乐地长大哦 加油 感谢惠美从远方发现的问候 惠美优助计划的目标 是不让暂时的贫困 成为培养艺术人才的账单 除了治疗费用 和基础交易费用 基金也会资助倩婷和萱萱 接受艺术教育的费用 聘请明师指导 呵护他们在音乐 和绘画方面的宝贵才能 基因资计划 惠美慈善基金 是一家务实的基金 所以今天我们并没有邀请 媒体朋友们到场 但是希望倩倩宣宣 包括田倩 沈太太 李嘉然 李太太 以及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能够把今天的视频 传播给更多 有相同困难的人们 帮助我们的惠美 找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 咱们合个影吧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 粉丝活动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有粉红歌 每次都是这么高大上 你们粉红歌 确实挺有精力的 你是不是跟她好上了呀 没有啊 别装 那帮女粉丝都说呢 你是她的新女朋友 我新女朋友 那她还有多少个 旧女朋友啊 你不应该问多少个 你应该问多少批 因为她爸 是全国第七的有钱人 许长野 懂 不是 易路人 我听说 她在哥伦比亚读的大戏 还没毕业就退学了 晃荡了几年回国了 特别懒散 又开始玩粉丝团 人家爸那么有钱 你就算不认字也没关系 这种生活态度 我不是很欣赏 生活好了还要什么态度 你搞笑 学长 活动钢链术我就着急走 我白忙活了 太不讲意思了吧 你这活动我们办得特别好 佩服 欣赏 昨晚让你来 你还不愿意来 现在没后悔吧 既然你们俩玩得高兴 那是不是得给我点回报啊 回报 不是 学长 我们能给你什么回报啊 你们看了我的活动 我也想看看你们的工作呀 我要参观星天制作一部 那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礼尚往来 再说了 你们星天不是有开放日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不是 学长 我们星天的开放日 是郁董事长规定的 而且只限参观一般的办公区 就至于我们制作一部 我管于不让 布小谷也不让 天晚了 送你回家吧 顺路 不顺路 我们回公司 这么晚了还回公司 早下班了 有的人还没下班呢 淳于乔吧 幸福节逐步 订阅你吃药 每天该下班了不回家 没必要 没有天天 就这几天而已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 董事长找你是说 改版方案的事情吗 嗯 胜利吗 阻力很大 是不是我做的方案 太草率了 你的方案是我推到台面上的 你意思是说我太草率了 不不不 没这意思 怎么可能 不管怎样 别人可以看清你 贬低你 但是你自己 不要这样说自己 那我们都有哪些阻力呢 我们是一个团队 大家一起想办法 职业阻力一定可以 被解决掉的 我们现在呢 有三大阻力 广告商 电视台 还有艺人 这不是咱们所有的 合作方吗 这就相当于 全世界都在反对我们 嗯 差不多 我要加班 你赶紧回去吧 那么晚了 注意安全 来 谢谢 有没有时间一起喝东西 师兄 别喝了 布小虎 别喝了 布小虎 不喝不行啊 我这人设已经崩塌了 我清纯的形象是 一下子就赔了 有这么严重吗 不就是你约他 他没理你吗 可能 他太忙了 对不对 也可能他就没听见 你说的话 布娜 你别安慰我了 我 我知道自己有多傻 你真的不要安慰我了 实不相瞒 我现在吧 都不敢睡觉 因为我一睡觉就梦见他 我一梦见他吧 也算见着他 我一见着他我多尴尬啊 对吧 那你怎么不梦见我啊 木楠 她肯定觉得我是个 又随便又花痴的女人 她肯定觉得 我太丢脸了 以后都不会再理我了 他现在肯定对我是有意见的 我还忘想 跟他在一起 太丢人了 行行行 你冷静一点啊 冷静一点 我现在糟透了 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自己这么查结果 布小谷 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这样啊 这就是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样子吗 真吓人 我想过了 没有比这个更糟的了 我想过了 老子要退出娱乐圈 我发誓我要退出娱乐圈 我发誓我要退出娱乐圈 我绝对不会再踏进 今天总没止一步 我绝对不会再踏进 今天总没止一步 我绝对不会再踏进 今天总没止一步 我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证明我自己 放 这是啥 这是咱们节目改版 面临的三大阻力 你要用意念化解他们是吗 干吗 诅咒人家 我要一个一个 把他们都解决掉 真好 宏图壮志啊 我可以去说服广告商啊 好啊 你去吧 老大跟他们开了八回会了 都没说服咱们 肯定跟你面 去吧 我去找邓主任商量商量 争取让DTS支持咱们 好啊 就在那儿 跟秦湘问个好 咱们接下来的一个阻力 就是艺人的阻力了 确切来说 这方面才是最难的 其实广告商跟电视台呢 说到底就是怕风险 一旦咱们改版要是成功的话 他们都是收一封 其实不是不能谈 改版之后 最难受的就是千元一人 之前的节目形态里呢 他们戏份稳定 片酬又高 轻轻松松赚大钱 改版之后呢 就压力山大了 收益不稳定不说 还有可能影响声誉 丢人现眼 这对经纪公司来说 绝对是灾难性的 如果我是经纪人 没商量 现在所有的经纪公司 全都抵制 这样下去的话 十二哥王谁都请不来 没法办下去了 我跟你们说 艺人这方面 我有办法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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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 哪个人 进部队了这是 你说老大那边什么意思啊 你这大情感专家 你都判断不了啊 我哪知道 毕竟不是男的嘛 那行 那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三天之内 给你探个准信 真是人人有科八卦的心 大老爷们那么八卦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这事真能成的话 老大好日子也就来了 咱们俩的好日子也来了 说 咱们这么多年的心愿 不就是老大能幸福吗 你说 他要是嫁出去 咱们俩身上的重担 就解开了 就可以去 遨游还宇 二人世界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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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好 冲击方好 有没有有时间 一起喝东西 师兄 盛驾回宫了 干吗 这不是午休嘛 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呢 这这 给你谈谈心 谈谈心 你三大阻力都搬开了 那么闲啊 工作压力大 就更得劳逸结合嘛 不长进 你还不如布小谷呢 小谷最棒了 小谷啥都 小谷 王子 你的水煮白菜花 你没胃口啊 你 所以说嘛 要注意劳逸结合 前两天海伦大姐 花钱给我报了一个 科学工作法的短期培训 让我管理你的作息 我还上了好几天玩课呢 真的 那 那课上教了几点 我一念念 针对你这种情况 应该做的是 重视家庭生活 开展体育运动 养殖宠物 种花种草 很显然这些对你来说 都没什么用 所以说呢 只剩下最后一条了 朋友谈心 聊聊呗 你有什么可聊的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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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不聊不行 那董事长那儿 往外边交代 给你一分钟 把你烂话说完 好嘞 没啥可聊的 那两个大老爷们 只能聊妹子 滚 你 注意你的态度 面对现实 你就说跟妹子打交道这一项 你是不是短板了 你的长板吗 那我可长了 我不是跟你吹 除了姓子那关我过不了 他还总踢我 外面的世界我平常 真的 你就说这方面的事 你除了跟我聊 你还能跟谁聊 除了我 你还有别的哥们吗 出去 人家说你怎么睡觉 硬撑呢 那你回来 滚 不 你回来 回来 你那个 我突然想起来个事 我 我得问一下你 问 如果 如果有个女孩 要约你出去喝茶 你 你会怎么办 谁呀 你还不说 你不说我也能猜手 肯定是心灰美 大女人能干出这种事来 不是 你甭管是谁 你就说你 你 你会怎么办 你这 你这不用问我呀 对付这种事 你有看家一套啊 上回那个小妖精 那小秦 约你 你不是把人知道 那顺风码头了吗 你这 了不起也可以也可以 不是 这次不能这样 这次不一样啊 那你就得听我的了 我跟你讲 这女孩要是主动约你的话 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都得答应下来 看什么看 这是正常人的社交规则 这方面你就不正常 你坐桌子干吗 你可以啊 你坐桌子 你肯定是给人拒绝了 对吧 你赶快再约人家一次 弥补一下啊 把人心伤了 以后可难办了 你把人的手机都拒绝了 就不过来 你把人的手机都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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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老大可能会脑子乱不 咱们的春天估计要来了 怎么了 老大 标顾不在了 真儿哥 新一季的十二格王的改版方案 真的特别好 做出来的话肯定会刷新市场 又是一个爆款 但现在各方都特别保守 几个大牌艺人的经济方 都拒不配合 都成了我们最大的阻力 您是星天艺人经济方面的专家 您有什么办法吗 经纪公司都是从商业价值考量 所以你讲别的道理 是肯定说不通的 我觉得可以绕海经济方 直接从艺人本身下手 您是指哪位艺人 你知道的 当然是惠美啊 她是我们手里唯一一张牌 以我对惠美的了解 依靠她的影响力 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完成的 但是 作为经济部的艺人总监 我不太方便直接跟她说这个事 再加上 现在网上流传很多污蔑她的谣言 我们整个经济部现在全力 都在帮她解决这个危机 那在这个时候 我不希望她觉得 我们星天经济的业务能力 不如任何其他别的公司 喜欢能理解 真的 只能去求惠美吗 就没有别的办法 小谷 你对惠美是有什么顾忌吗 没有 怎么会 杰瑞哥 谢谢您 我觉得您刚才提的建议特别地好 为了搬开改版的阻力 我回去好好想想办法 加油 为了帮淳总 为了帮淳总 这儿个再见 小谷 刚才凯文哥在公司倒是传话 说淳于总找你呢 好 我这就过去 小美女 请问星天制作一部是在那边吗 一部啊 一部不能让外人进 没事 我跟她去 进了 您找我吗 我马上上楼 一秒钟 每次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的爱 多么幸运你在 每一秒需要你的时候 你肯定是给人拒绝了 对吧 你赶快再约人家一次 弥补一下啊 把人心伤了 以后可难办啊 你怎么在我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小噴 我怎么在这儿 看起来 你能不拆开吗 新角度啊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孟毅总 偶像 咱们又见面了 你怎么能进来 我是 我又已经跟他说了 这儿不让人随随随随随进来 他不听 我是昨天说好的 我带他参观粉丝活动 星天开放日 他带我参观制作一部 我没说啊 这人胡说八道 那是我记错了 还是咱俩昨天晚上喝酒 我喝多了 有没有有时间一起喝东西 师兄 你 你怎么胡变乱走啊 谁跟你喝酒了 你怎么下来 你俩要说出去说 淳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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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气啊 这事也不怪他 确实是我 老想往你们星天跑 我可能记错了 许先生 星天是工作的地方 不好玩 这还有很多商业机密 更不好玩 懂了 以后我一定注意 不过您也得原谅我 实在是因为 星天有人在吸引我 星天 可是有我喜欢的姑娘啊 你有病吧 出职 还挺严肃的啊 飞顺 滚 你给我有多远滚的 你现在再让我见到这儿 我打死你 瞧不过 你 滚 郁董事长 姓慧啊 我是 我知道 许天泽先生 我是来参观星天开放日的 没想到还能碰见您 星天欢迎外界的朋友来交流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 圈内达人 您可别笑话我了 谁都知道我不争气 就要玩个粉丝团 对任何有潜力的人物 我都不会情侃 幸会 幸会 又是一个下午 幸福了 十二歌王改版 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 你终于说话了 我还以为你哑巴了呢 他在这儿我不想说 那你就别说了 我知道你一向反对他 这次我还就觉得他是对的 我先问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早就下定决心 支持他的改版节目了 当然 做好节目是制作人的任务 找到真正的人才 发挥他们真正的价值 是娱乐企业家的任务 你懂吗 懂 道理懂 想做得很难 做得到才能赢 不然你付出再多努力 早晚会输光的 还好我不是什么企业家 我做梦做梦吧 也许这事我能帮上忙 就等你这句话了 女模特 商人 给我两天时间操作一下 我到时候如果要借用 你这个新投保 你可别不配合我 你想用旧 行啊 不过你要收敛你的行为 和他好好相处 他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弟 对吧 我去 我去 小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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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好意思 开门 我今天上班有点晚了 是 那个 我跟杏子今天又被DTS 叫去汇报那个改版方案了 一整天不在公司 有几个重要的事 你需要落实一下 而且必须今天办 具体找谁 我已经发你微信了 你看了吗 我现在看 对 你等会再看吧 我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要问你 我听说 许天泽昨天来公司 跟你表白了是吗 没有啊 谁跟你说的 一部同事都看见了 老大当时也在场 他们太八卦了 那许天泽那人 脑子就不正常 没有啊 没有啊 绝对没有 没有就好 老大约你喝茶了吗 陈金总约我喝茶 是啊 他说约你喝茶了 没约啊 没有啊 他 他要约我 约我喝茶 我应该 我没约 他昨天说到约你喝茶 那可能是觉得 喝茶太俗了吧 约点别的呢 那行 你知道我没问过 你记得办事啊 好 那有什么下文啊 记得告诉我 行 嗯 小谷小谷 你等一下 小谷小谷 你等一下 怎么了 有你的快递 好浪漫啊 这么可爱的生日礼物 我的啊 这卡片上写着 祝你生日快乐呢 这是谁啊 你不是说你是单身吗 我 我确实是单身 但是 这全上海 也没有人知道我生日 我没有跟别人说过 我的生日 不会吧 那你是不是忘记 什么贵宾了 对不起 对不起